今天这几万观点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告诉你 为什么赖清德要退新潮流 退了新潮流会有什么效果 我们常讲离开新更宽 赖清德退出新潮流几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 这次选举非常明显 国民党特别是柯文哲也有 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 他不是攻击民进党 他是攻击新潮流 所以新潮流俨然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当中 变成是仇恨值最高的一个派系 所以当新潮流还可能未来被蓝白两个阵营继续攻击的同时 赖清德意识到这次选举选的不好 500多万票票并不高 有40%但是这远远不够 所以许立民下台了 许立民秘书长 民进党秘书长 这都会牵动 但我今天要讲的这一集 去分析给大家听 因为赖清德从今天开始不是新潮流了 这是他的效果 对外对社会 新潮流的负面形象 不会回到赖清德身上 不要再扣分 务必要加分 因为民进党还想赢2028 对内党内的各派系 就不用担心说 以后我们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 屏住呼吸 在新潮流之下 苟且偷生不需要 因为赖清说我不是新潮流 这样会不会网友懂我意思了 对外的效果之外 立刻可见的实质的影响 就是阻隔了 今天就讲四个人 网路上面有人在讲朱信一 我暂且以我个人出钱了解 应该是没有在考虑出经一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四个人 郑文灿 林嘉隆 郑立军 跟潘梦安 这四个人最有可能成为 今年520的行政院长 以这个状况来看 信任关系就是 潘梦安跟郑立军 跟赖清德最好 因为他们两个是很接近赖清德的 可是这两个人碰巧都没有当过 直较市市长 那伟坦安你讲 直较市长有什么意义 有 行政院长在以往 阿扁刚当选第一任总统的时候 没有可能民进党有直较市市长 那算都没有 几乎没有 所以你就要从人才库当中去找 但是现在已经执政好几次以后 你看 像苏贞昌 他当时为什么会挑他来当行政院院长 除了赖清德离开之外 民进党也防着侯友宜 侯友宜虽然大赢苏贞昌 可是苏贞昌输了29万之后 他当行政院长 坐在下面的直较市长侯友宜 看到我 我还是长官 行政院长是直较市长长官 在我们的文官体这种事的 那现在林佳龙如果当了行政院长 民进党的评估 他也不会是傻的 他也不会评估说是 卢秀燕的可能性最高 所以未来这个 台中市跟卢秀燕打过 虽然输给卢秀燕的林佳龙 至少他懂台中 他就可以在地方 在行政院压着卢秀燕 让卢秀燕不要成长那么快 这是其中之一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林佳龙因为 他当过台中市长 郑文燦也当过 下面的行政院会 与会的六个直较市长在的时候 我就不会压不住了 你直较市我走过 我林佳龙我郑文燦 我弄走过直较市长 可是潘梦安跟郑立军就没有 他们没有当过直较市长 第二个是立法委员的身份 郑文燦没有立法委员的身份 但是林佳龙 郑立军跟这个潘梦安都有 你看我这样讲很细了 为什么要有立法委员的身份 因为行政院长到立法院去 他到大院报告 他面对立委 如果对立委非常的陌生的话 到时候可能很难应对 但是这一点的话 林佳龙跟郑立军跟潘梦安 他们都是了解立法院的 所以我已经把这四个人的 现在目前状况全部讲完了 那讲结论了 那你把这四个人拿来看 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 还有总统府的秘书长 跟民进党的秘书长 这四个位置你去看 那许立民因为已经把民进党秘书长 控出来 他死了吗 昨天死了 所以他可能到行政院去 会不会当行政院的秘书长 那如果是行政院长林佳龙 副院长郑立军 然后潘梦安去当民进党的秘书长 郑文灿调去当总统秘书长 这样四个人就都有位置了